屏東東港今天黑鮪魚大豐收 進貨量來到了438尾 是今年單日最高紀錄 也讓一大早的魚市場相當的熱鬧 當地民眾說因為颱風沒有進來 黑潮的黑鮪魚被趕下來 加上時間碰上滿月 魚群浮出水面才會大豐收 東港魚市場一大早就非常熱鬧 因為看看地上白滿滿的黑鮪魚 讓人幾乎沒有走動的空間 一隻一隻用推車運送 屏東黑鮪魚大豐收 在9號早上截至7點 34艘漁船回港再回438尾的黑鮪魚 創下今年單日最高紀錄 每一隻都又大又肥美 人一口氣捕捞到這麼多黑鮪魚 不只是因為碰上滿月 加上颱風沒有進來 導致黑潮的黑鮪魚被趕了下來 浮出水面讓漁民大豐收 這禮拜我們2月2千這麼多 我今天抓10八月 我們以後面抓到 交易量大概總共是411尾 那目前已經是我們近10年來 單日成交量最高的尾數了 黑鮪魚進貨多 排賣價格也跟著下跌 比較好的漁貨 每公斤成交價300到400元 最低的也有110元 比前期的破千元成交價已經降下許多 民眾也可以趁著這波大豐收 來到東港品嘗新鮮肥美的黑鮪魚 既有蘇世偉 評論報導